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物質為什麼不在宇宙那裡找 為什麼在地球那裡找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們想直接去拿到這個暗黑物質 撞到我們實驗儀器給出來的訊號 在天空上面我們有一些方法間接地去證實它存在的 比如就是說我們做一些天文的觀測 去看一下會不會有些 我們不知名的地方會有些重力透鏡的現象 所謂的重力透鏡的現象就是會不會有個地方 你明明知道它只有這麼多萬有引力 而萬有引力的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可以幫我將光線都扭曲了 而且越多物質越多萬有引力 扭曲光線的程度就會越是嚴重 如果我們只有一單位的物質 給得出一個單位那麼多的光線屈曲的話 但是最後我們量度出來的光線屈曲重力透鏡的現象 比我們想像中嚴重的話 那麼我們其中就可以說 那裡有一些物質我們數漏了 或者那裡可以是有很多的暗物質在那裡 而我們不知道 但是那裡都是離遠間接去看的 那裡會不會其實不是你所說的一回事呢? 我們有沒有辦法直接我們自己抓到一些暗物質 拿到一些證據來量度下去呢? 那你會發覺就好像我們做粒子物理研究那樣去想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想的那些暗物質的形式 不外乎都是一些簡單基本粒子 不過是一些我們未見過的簡單基本粒子 那所以幾個進路的 我們可不可以在我們地面上面的高能的粒子加速器裡 產生出來 而且希望能量級數越高越好 而這些這麼大粒這麼重的東西 我們怎麼去量它呢? 其中一種方法 如果我們不是間接去看 又不是用粒子加速器產生到它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假設一下呢? 我們現在就嘗試找一下 有沒有一些我們未知而可能存在 但是質量非常大的這些這樣的暗黑物質 我們假設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就是每一粒都很重的 重到怎樣呢? 我們拿一些比較大粒的元素來跟它撞 就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效應可以看到出來 那譬如拿些什麼大粒的元素呢? 你就看看元素周期表裡的那些叫做貴族氣體 有一個叫做senon X-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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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在這次四川錦平山的實驗室裡 已經裝了的就是我們存了幾噸 甚至乎幾噸的senon 這種這樣的惰性氣體在那裡 將它放在一個實驗裝置那裡 然後駁這些這樣的我們假設存在的暗黑物質 撞到它 然後由它那裡 由senon 反映到那個信號出來 那當然其實很多東西可以撞到它有信號出來的 但是呢 我們盡量將那些雜不甩的那些不拉間的信號 不要讓它發生 將這些東西收在那個山下面 令到宇宙射線下來那裡 就很小很小的機會 將那個宇宙射線給出來的效應 角壓到最低最低 如果你在地面做那個宇宙射線效應 會是放在這個地下實驗室做的 強一百萬倍 所以我們將那個由宇宙射線給出來的雜訊 降低一百萬倍 看看可不可以類到一些 其他我們很難才撿到的信號出來 而那些信號呢 我們就希望是由暗黑物質給出來的 那詳細你說由這種Sannon的氣體 怎樣給出這個信號呢 容許我這裡就不講太多細節的這些東西 那都是經歷一些熟悉粒子物理的人員 去精心設計的一個實驗 專門用來捕捉一些很重的 但是呢 它也有可能是可以跟一些比較重的元素 有相互作用的一個這樣的儀器出來 那這個是其中一步的 其實這個世界上呢 也都已經有其他的實驗 是利用了這種Sannon的氣體 來嘗試找暗物質的 其實我們在以前科學新知有介紹過的 而這個實驗呢 現在暫時最大規模呢 在意大利那裡做的 它嘗試將那個實驗做得越來越靈敏 就擴展的規模越來越大 比如說原本它只是用一噸的Sannon氣體 來去捕捉這個暗物質 發覺沒有什麼有意的訊號拿出來 然後我們嘗試將靈敏度提高 換成八噸的Sannon氣體 那現在就繼續進行這個實驗的 也都暫時沒有什麼很有驚人的訊息給出來 那現在中國當然就是嘗試將這個 運用它這個實驗室 將它這個儀器的靈敏度推到更加高 從而希望幫世界獲得更加尖端的結果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的目的 驗止的 這又要關乎我們對於暗物質的形式的另外一個極端 我們一方面就假設這些暗物質是一些我們未知 但是又非常重的粒子 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想法 另外一方面也都有人懷疑 會不會是其實暗物質是一些極輕的東西 而我們沒有發現過 就是我們現在的實驗儀器 幫我們找到一些輕的東西又有 重的東西又有 中間的東西又有 但是極重的東西我們是沒有儀器找到的 另一方面極輕的東西 我們也都沒有能力去找到的 所以我們去想暗物質究竟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其實可以分兩個方面想的 它會不會是一些極重的東西 重到我們現在的儀器捕捉不到 所以我們就建立這個Sanon的這樣的探測儀 來嘗試捕捉它 另一方面我們有沒有另外一種的儀器 專門幫我捕捉一些極輕的東西呢 又有的 那這裡就需要用到叫Germanium 這種這樣的金屬 這種Germanium的元素其實是屬於稀土的一種 這次又要將它集中到幾公斤的Germanium 將它放到一個半導體的電路那裡 來嘗試建立一個專門幫我捕捉 極輕的暗物質的一個儀器 在這個錦平山的實驗室實驗員來說 它是一次過擺在兩邊的 就是它是很銳意的 是幫我們去認識這個世界上 極重的那些暗物質究竟存不存在 以及極輕的那些暗物質存不存在呢 那希望能夠趕上到世界上最頭一等 最靈敏的那個檔次 好了 那個原文 就是英文的那個報道都講得很清楚了 也有一位朋友就看他的名字 這位Henry Wong 似乎是香港人 黃子敬他本身就整個本科和研究教育 都在英國和美國 他現在是中研院 看那個拼音是香港拼音來的 OK 那不要緊了 那個負責那個大學機構 應該是清華大學 如果說在這個實驗室找到出來 那這個是不是代表中國的物理學 一個很大的成就 絕對是的 你有一個最靈敏的儀器幫你找到 世界上第一手資料 其實是這樣說的 是可起可何的 因為這些這樣的實驗室 你做這顆子實驗 基本上就是對於人類知識那個 那個認識開全世界人眼界 就是說會不會有些 引申到會不會做到一些 古靈精怪陰謀武器那些東西呢 反而你說 講得這些基本粒子這些研究裡面 其實沒有什麼古靈精怪的東西在 你不同以往就是 你研究核子 很多時候你會了解核子的特性 然後發覺有些東西可以用到在武器身上 這個是以往的故事 但是如果在這種 這麼基本粒子的研究裡面 往往就是比較少涉及到一些 就是基礎科學知識以外的東西 就是在這裡其實我會說 它研究價值不只是挖個洞 從中了解暗物質這麼簡單的 它簡直是對於整個中微子的研究 極輕的暗物質 極重的暗物質 那裡全部都有個意義在這裡 所以我會說 要好好珍惜這個這樣的資源 然後做最好的發現 是值得的 當然啦 可惜就是我覺得香港也跟這件事情擦身而過 你說其實香港曾經有沒有試過在隧道裡面 建立一個實驗室 來去量一些 研究一下那些宇宙輻射去排除一些干擾呢 我們很久之前講過的 甚至乎可能在神秘之夜講過 是不是 就是在香港仔隧道裡面那個很原始的實驗室 的確有一些實驗結果去貢獻到 大鴨灣那邊的一些粒子研究 就是幫忙做了一個其中一個 一個比較簡單的部分 但是呢 如果是一些更加大型的這些地體實驗室 當它有更加大的一個山體包圍的時候呢 它給出來的那個數據的質量啊 整個儀器的靈敏度一定是更加高的 嗯 我們這一陣子都講很多中國在科學 科學科技上的進展啦 或者突破性的發展啦 現在我們看這個我們可不可以判斷這個 中國現在投入都相當大的資源 在那個基礎的物理學裡面 去培養一些科學家呢? 那它一直都在做的了 就是我們以前都曾經去探討過這些問題 這個東西是繼續發生著的 但是你都看到就是因為那個疫情 以及甚至疫情之後的國家開放的程度呢 是都多多少少影響了那個進程的 有一個就不是很關這件事啦 但是我們也都報導過的 就是在那個貴州的那個 用一個山谷改造出來的那個天文望遠鏡 那其實呢 多多少少受過瘟疫的影響 還有那個研究人員 就是 你說如果再多一些外國人員的來往 更多的專家進來去用到這個儀器呢 這件事就起得更加有價值了 就可以做到更加大的發現了 就是這裡就要很留意到就是說 我不講到什麼經濟社會層面了 你只是單單這個科研層面 你願意放這麼多重要的資源去投入 做這麼偉大的硬件 但是另外就是管理啦 還有你要打開門口做交流的那樣東西呢 就不可或缺 所以就純粹科學研究的角度來講呢 這種這樣的跨地域人員的交流呢 是需要被鼓勵的 那在這裡你見除了清華大學 那剛才你提到Henry Wong這些專家呢 那他本身就由台灣那邊 那當然也有一些是由美國過去的專家也都有 那至於他什麼時候可以給到第一期的資料呢 那第一期的結果呢 那暫時還不知道 那我也很有興趣繼續跟進下去 在預備講這個資料的同時呢 我也看了意大利那邊的project 那它已經是盡量將它的儀器的極限推到最大的了 但是暫時呢 就是要令大家失望都要講的 就是暫時我們還沒有找到一些很驚喜 很鼓募令人發覺到 暗物質它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的一個結果 所謂的結果現在就是說 我們將暗物質它的質量的上限和下限 推到一個更加遠的範圍 就是說呢 我們比我們想像中 我們需要向更加輕的方向去找 和更加重的方向去找 就繼續探索下去了 那如果找到了 就是我們找到這個暗物質了 對我們二島間的宇宙有什麼幫助呢? 那我會覺得呢 整個宇宙論和整個粒子模型的認識 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改進 那很多時候這種結果呢 就不是很回到地球的那個應用那裡 但是對於我們怎麼去了解 去修正我們的理論 和改寫我們現在整個宇宙學的模型呢 我就會覺得有個很決定性的結果給它出來 那但是為什麼暗黑或者真的暗黑呢? 那都是要回到去了 暗黑首先你要想到它不發光 是不是? 它不發光呢? 就是說它是沒有什麼電池作用去給它出來的 那這裡又要回到一個很基本的 我們對於怎樣去找到東西的那個認知 我們在家裡找到一隻錶、找到一隻碟 是因為我們用眼睛看到 OK? 眼睛怎麼看到呢? 就是因為有光打下去這件東西 然後那個光反射了我們的眼睛 我們看東西是透過這個電的作用來看的 應該說電磁波這樣去看的 我們眼睛的視網網接收是一個電磁波信號 看到這件東西反射回來的光 所以我叫我看到我找到 有一些東西是很小的尺度 我們不是用眼看 我們用儀器去看 儀器去看的 可以用幾種不同的感官去看 可以用傳統的光學視覺感官去看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相互作用 譬如說一件物質旁邊會不會有第二件物質呢? 譬如說一個行星旁邊會不會有 其實有個大的行星在那裡呢? 或者一個行星會不會有其他衛星在那裡呢? 就由它那個萬有引力作用 看看它有沒有干擾 來去感知它存不存在 這個就是用萬有引力來幫我們去找一下東西 OK? 其他還有什麼物理上的基本相互作用 藥相互作用和強相互作用 這些都是在原子核的尺度來看東西 它的有效範圍很少的 所以那些東西你要是 粒子和粒子遭遇相撞的時候 才看到它會不會有相互作用 譬如說暗物質這件東西為什麼這麼黑呢? 它不准和電池作用無關 它和萬有引力作用應該有關 但是如果它只有一顆的時候 它的萬有引力作用又這麼弱 所以我們又很難捕捉到它 我們就唯有寄望就是 它會不會都有一些其他很弱的相互作用 在一個很小的範圍那裡都有呢? 這樣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假設來的 不必然對的 但是我們去嘗試感知它其中一個方法 會不會有辦法用一些弱的相互作用去感知到它 在一個原子尺度感知到它呢? 於是我們就會想 它撞到Sanlon這種氣體的時候 會不會引發到一種震盪 或者另外一種輻射的形式出來呢? 是有一個假設在這裡的 所以很有趣的 我們對暗物質它存不存在其實是一個假設 對於暗物質它其實本身背後的物理形式怎麼存在 其實又引入了一些假設 但是你說這樣再做一些實驗有沒有意思呢? 實驗很多時候就是本著一個科學精神 它是幫我否證一些東西 排除了一些可能性 我會說都有它的價值在這裡 好了,解釋得很清楚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講講其他的科學消息 好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講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就說其實女人可能沒有說謊 就說坐在旁邊的人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講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都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幾圖真的沒有配合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